目光转向重庆 前不久的一天早上在重庆李家驼正街市上演了非常惊险的一幕 有一名宝马车驾驶员忙中出错 把油门当成了刹车 结果这车辆失控了 将两位行人撞伤 据了解 书上的两人一位是当地的居民吴婆婆 另外一位是宝马车车主所开饭店的员工 吴婆婆的女儿雷女士介绍 早上八点四十多 母亲从家里下楼后不久 自己在楼上听见母亲的叫唤声 于是赶忙冲了出去 发现母亲和一名男子被车撞倒在地 车祸发生的整个过程被附近的监控记录了下来 从监控画面中我们看到 吴婆婆当时站在墙边等候 一名男子在前面指挥宝马车缓缓开来 突然车子加速撞向男子和墙边的吴婆婆 宝马车将两人撞击到墙壁后停了下来 随后从驾驶室下来一位女子 很快交警也来出了现场 据透露当时宝马车是在上坡行驶 司机加大油门轰了上去 可是上坡后是一个平地 应该减速转弯 但是司机误把油门当成的刹车 叫车就禁止撞向两人 记者注意到宝马车前部被撞烂 汽车的保护气囊也都飞了出来 可见当时的力度之大 据了解车主这两天刚刚将车接回来 还没有上车牌 没想到就遇到了这样的事 目前两枚伤者正在医院接受治疗 所幸两人的伤势都没有危及到生命 是啊得告诫一句 这新手上路可得悠着点 可不能拿别人的生命开玩笑啊 这人的准备有旧